德国作家吕德斯在其所著的《伟胜美国》一书中指出 美国政府非常善于通过选择和歪曲事实 刻意窄化新闻来源 极化人们的判断达到混淆是非 影响公众判断的目的 谁搅混了 捞取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就容易了 美国政客可以满嘴跑火车 但是这些美国的虚假信息 付出生命代价的却是老百姓 当年美国用一管洗衣粉 作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发动战争 导致约20万至25万伊拉克平民伤亡 美国用白头盔组织摆拍视频的虚假情报作为证据 这是戴引号的证据 对叙利亚展开 在所谓史上最精确的空袭 一次就造成1600多名无辜平民被炸身亡 美国政府谎言说的越多 信誉损害和赤字就越大 全球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的报告显示 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 仅为39% 接近历史最低点 美方应该做的是 是停止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 不再以谎言帝国为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